就是因為別人對於某一些學術名字的不理解 而令到你拒絕 去...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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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好 然後呢 是我的... icon 單藍皮 然後我記得我有一個work 去台灣發生眼皮 然後就記錄了回來做work 又是... Body Ab Sculpture 然後呢 我覺得我有少少常人的 關於那個... Proformative的gender 就是怎樣透過打扮 Gesture 或者 Plastic Surgery 或者很多不同的手段 去影響別人對你的身份的印象 因為我在學校有很多標籤 就是之前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很多人的教授已經標籤了我是頑皮的學生 或者是反叛的人 或者是懶惰的人 那時候我就會有一個 Rebellion 的心態 就覺得為什麼經常都是來 Label 我都可以 Label 我自己 所以我究竟有沒有一些 Performating Act 是可以拿回我素做自己身份的畫員呢 我那時候第一次 真的很Publicly 做一些關於Body的 Work 就是我扮狗 之後躺在地上 其實都是沒有很直接地想 那你狗不會穿衣服啊 你扮狗就不會穿衣服啊 尤其是當時我很年輕 還有在學校的一個很壓抑的氛圍 你在學校搞一個展覽 一個這樣的工作 其實是一種挑戰來的 就是在挑戰學校的底線 然後就這樣就做了 的確是口大回頭的 其實你現在看起來 你都很小事 如果你跟學校的比 或者你今時今日比 都很小事 但是在學校 在部門的環境 對於他們來說已經是很感激的 因為可想而知多麼落後 然後他越是壓迫 我就越是想做 越是想Push他的Boundary 看看他可以去到哪裏 於是就有畢業展覽 畢業展覽我又有剪了 其中只是一拍 五份一拍 我就剪了一些鹹書的 性器官的照片 對 然後學校又意外鬼叫 又要封 哭打哭殺 好像是凍了一個牌子 圍了一些 圍了一個圈 犯罪現場 我覺得我受了很多女性的壓抑 我很喜歡化妝 扮靚 穿高跟鞋子上學 然後她可以在CREAT我的work的時候 她說 如果你把你髮裝打扮的時間 放進去做work那裏 你一定會做得好很多 香港落後的地方 就是在於 那個信性別女性 傾側去父權那邊 成為幫兇的情況 其實很嚴重 你覺得這麼多年過來 好像都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過 尤其是每一個家裡都有 你媽媽不讓她出野街 她看電視 覺得女性一定是有錢人的 或者覺得 女性結完婚離婚 一定是女性無幸出場 一定是錯了 但是男性有疑問 就是可以接受 就是風流 她是視覺上的衝擊 那個新鮮感很難再給她們 可能再震到她們 但是她們的價值觀可能是跟上一段 就是跟上一段 就是跟上一段 那一段 這男生就說不 怕她可以找個處女的樣子 自學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只有死亡才是真正的自由 嗯 那我就拿了這句話來做一個武秘 尤其是我想成為自由的話 其實你要做到死亡的一些準備 或者死亡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個way to freedom 那 那 武致命 就是一個很iconic的symbol 就是說你做一個武 不只是在那個武上面黑了什麼東西 在那個武後面成為那個人的精神 你的精神 因為 我覺得 identity和gender都不像 很難聽 是嗎 都是self analysis 的一種 就是自己的一種 但是其實我只不過 我在想著自己的時候 有人想我的鼻子拍些什麼 如果是人家幫我拍些什麼 就幫我拍些什麼 就幫我拍些什麼 那就是 或者 不如自己拿回自主權 對 都是拿回華語權的文化 真的嗎 類似是一個 我覺得它比較像一個 tube stone 可以是 wild stone 或者 corner stone 也不一樣 art的career 不是Icareer 整個人生是corner stone 是 對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